台湾的疫苗采购进度究竟如何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指挥官陈时中在18号晚间 在节目上谈到了台湾采购疫苗的进度 痛批部分大国垄断疫苗 让台湾的采购过程困难重重 还指出世界卫生组织跟联合国不够利 某些国家买的疫苗数竟然是人口的四倍 让陈时中忍不住质疑 剩下的要做什么呢 别人是要用来救命的部分大国买 这么多是要放到坏掉吗 29号下午 陈时中则是在记者会上修正了用词 强调WHO是有心缺力形成困难 但是还是肯定有COVAX这样的疫苗分配平台 他也向各国呼吁疫苗是防疫物资 不应该用商品的角度来看待 每个国家应该是需要试用就好 WHO但是不够利 联合国家也都不够利 他买了他四倍的量 那你剩下那些要干什么呢 那别人是救命的 你要在那放在派 前一天在节目上 这位先生指挥官陈时中 怒批WHO世卫组织和联合国不够利 让部分大国垄断超买疫苗 不过隔了一天记者会上 陈时中态度变得保守还修正用词 我想这个用词应该是在访谈中不够精准 我们应该是说WHO应该是说 有心缺力 补一些的心 就是畅快一些的绝对的商业力量 根据彭博统计 各国取得疫苗量和人口比例 像是加拿大330% 英国302% 纽西兰247% 似乎都明显超量 而国内指挥中心日前曾经公布 我国新冠疫苗的洽谈进度 包括AZ约1000万剂 COVAX476万剂 还有500万剂也在跟另一家药厂洽谈中 还说预估最快三月可以拿到疫苗 但现在恐怕出现变数 我们会预计就有够力的人 当然就会超买 但也没想到是会超买到这么多 所以台湾如果是 最近如果半年内可以拿得到疫苗 我就觉得不错了 国内医师分析 因为全球疫苗生产量还不够多 台湾要买到疫苗得再等等 面对购买疫苗的阻碍 陈时中强调是多重因素 外界更有人质疑 是不是采购不到疫苗的借口 能不能化解疫苗危机 全民都在期待 记得送我报道